欢迎大家收看上街关心地团的欢迎新闻 赏米球的运动是很多人在在核生时代的基地 现在公泰文教去金杯 也将这项运动变成是全国生的赛事 红泰杯第一次全国米球的邀车赛 就利用礼拜加借基盘为期两天的比赛 而且来自全国39个队后报名参加 去金杯当事党赢金融的资质 有健康的国民才有健康的国家 所以凤台去金杯在在基站实际上这期基盘的运动比赛 目的就是要鼓励大家来运动 也不用学生的运动习惯 体育老师定条学生来赏东西渐做运动投币球 凤台文教金杯终于变成全国性的比赛 礼拜加借6000秒赚国国地39个队后正来参加 我们凤台文教基金 现在要多办一个全国躲避球邀请赛 这是全国赛 今年是第一次 我们最主要还是提倡体育的运动 因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所谓健全的国民 有健全的国民才有所谓富强的国家 所以凤台文教基金是非常注重这个体育的一个举办 从新竹市西门国小我们是校队行事 那目前推展了12年 对那就历经各个大大小小的赛事 那感谢丰泰文教基金会的邀请 那我们可以从新竹过来这边比赛 因为躲避球有一段时间是被取消 但是我们认为躲避球它本身给孩子的一个部分 是一种团队精神的一个展现 在攻防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必须要有一个战术 然后团队精神发挥才有可能得到一个胜利的一个目标 但是重点还是在鼓励参加 这次有北中南国的都有派对前来参加 老师就表示 提供躲避球运动不敢求党的 有空间就能赏 在这里很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其实一开始推躲避球是因缘机会 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 对然后场地也没有多大的限制 只要有场地就能完 为外面当中可以发现 主要比赛小朋友很多孩子现在并无关 因为新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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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